兔爷呢 在北京城它是一个去病除灾保佑健康这么一个吉祥物 北京兔爷的主要特征有金盔、金甲、导药杵、三行梅三拌子 身后易杆靠北齐 用北京话来讲它的发音应该是兔、兔爷、兔、兔爷 优优独播剧场 画兔爷当中是先画它的黄色 一定要用手拿起来画 不要放在桌面上画 不管我们画什么色彩的时候 我们先画它的外边缘线 先把它的外边缘线画完之后 我们再去上色 这是很重要的 北京兔爷的主要特征是金盔、金甲、导药杵 这和我们北京的一个传说有关 说有一年闹瘟疫无药可医 嫦娥派她这只玉兔 吓到人间解救这场瘟疫 由于她是女儿身 不好单独抛头露面进入陌生人家庭 怎么办 她就到寺庙里面借用了委托的这身金盔金甲 挨家挨户去送药 那么有个问题出来了 既然兔爷是女性 为什么要叫爷 如果在官方 咱们就是被称为爷 它是有两个条件要同时具备 一个是身份高贵 再一个是在单身状态下 会被称称为爷 我们北京兔爷的座介 北京兔爷坐在什么上 骑在什么上 它是有规矩的 我们只要记住四个字就可以 就是叫吉祥瑞兽 我们吉祥在中国传统的民间元素当中 牡丹花是属于富贵之一 它的兔爷坐在牡丹花上 它的意义就是富贵吉祥 如果骑在大象的身上 叫气象万新 狮子就叫世事如意 它都有一个美好的意思在里面 参照 我的叫做 叫做 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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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在民間傳說當中 兔爺是在解決完這場瘟疫 再還這奢依附的時候 他就累到在寺廟山門外的棋竿下 所以當年做兔爺的手藝人 就在兔爺的身後做了易感靠位棋 告訴大家 兔爺的出處是來自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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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了你打不來